如果把汽油换成飞牛顿流体会怎么样呢 直接把飞牛顿流体倒进了发动机当中 启动汽车后飞牛顿流体都从里面涌了出来 但是经过这一番折腾汽车最终打不着火了 甚至还会往油箱当中加入一些其他的液体 之前也有人往油箱里加了一瓶福特加 就算是这样汽车依旧可以正常行驶 而且看起来动力倒是挺强的 对于老外来说不仅仅是汽车 就算是摩托车也会做出类似的实验 老外把摩托车油箱里倒了一些消毒液 就算是这样摩托车依旧可以正常行驶 走了一段距离后停了下来 又往里面倒了一瓶消毒液 但是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摩托车已经启动不起来了 已经把机油给放了出来 接下来往里面倒了几瓶水 打算用水来代替机油 看一下摩托车会有怎样的变化 换成水之后摩托车也可以被启动 但是上面的盖子必须保持开启 不然摩托车就打不着火 启动之后里面的水都从发动机里拍了出来 摩托车勉强可以往前行驶 小伙儿骑着摩托车走了一段距离 摩托车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危险的行为呀 对吧 好